这是二战中最灭绝人性的武器 它长14.7米直径1米 可填充1.5吨炸药 还能搭在一头昭和纳尔 头戴白内裤手拿方向盘 以自杀的方式袭击敌人 堪称是生的耻辱死的憋屈 这就是鬼子发明的秘密武器回天鱼雷 1945年4月 日本海军为了挽回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败局 喊出了一遇碎的口号 要将所有日本人武装起来 跟美国人同归于尽 于是日本海军中尉黑木博斯和少尉人科官夫 这对卧龙凤厨在九三式氧气鱼雷的基础上 制造出了这款自杀式回天鱼雷 随后日军又招募了一批大学生 他们极度兴奋武士道精神 不怕枪炮不怕死 甘愿付出自己的生命 随后军官带他们参观工厂 讲解回天鱼雷的构造 短暂的培训之后 他们迎来了第一次任务 但刚刚驶出港口 就被美军驱逐舰发现 随着一枚没深水炸弹投下 潜艇被炸得左右摇晃 管道也开始爆裂 艇长紧急命令上前40米 然后关闭发动机保持静默状态 这招果然奏小 美军一时间无法定位潜艇 只能一直在海上等待 而鬼子潜艇也只能一动不动 随着船舱里面的温度快速上升 氧气也越来越稀薄 鬼子开始热得浑身冒汗 部分鬼子甚至已经脱离晕局 在等待了五个小时之后 鬼子兵通过前望境 发现美军驱逐舰终于离开 艇长连忙下令紧急上府 打开舱门呼吸新鲜空气 随后鬼子通过检查发现 潜艇携带的四枚回天鱼雷 有一枚被深水炸弹摧毁 这可把小鬼子心疼坏了 哭完之后又唱起了歌 开始思念故乡的樱花 但很快鬼子又发现了一艘美军驱逐舰 三头鬼子兵力马请求出战 但一号鱼雷在准备发射时 却出现了故障 艇长只好下令发射二号鱼雷 鬼子大喊一声开始上路 鱼雷固定器松开之后 迅速朝目标驶去 最终击中了美军密西西内瓦号 三号鱼雷舱里的鬼子 得知二号成功发射 一把扯下头巾长舒一口气 但还没来得及高兴 潜艇又发现了一艘美军驱逐舰 现在只有三号鱼雷还能发射 随后艇长一声令下 鬼子果断推动了发射杆 但引擎刚刚启动就停止了转动 三号鱼雷也出了故障 鬼子强忍笑意 拿起电话朝廷长怒吼 责怪这回天鱼雷的质量太差 说完就没忍住笑出了声 随后鬼子回到潜艇 强忍内心的高兴看向队友 但队友却掏出一个球 祝贺他大难不死 可以活着回去看樱花 鬼子害怕被看穿 直接给了队友一拳 然后假装悲痛 让队友知道他并不怕死 但扭过头的鬼子 终究还是没忍住笑出了声 最终四枚回天鱼雷 只有一枚成功击中目标 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末期 回天鱼雷也仅仅只生产了420枚 而真正被用于实战的也仅有40枚 取得的战果只有个位数 造成大约190名美军死亡 但日军却损失了100多名鱼雷驾驶员 这让回天鱼雷彻底成为了笑话 除了证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疯狂和愚蠢之外 就只能是现代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了